我這次幫他用那個拍子機鍊 其實我也是聽到他是跟拍子機是不在一起的 那麼大件事 教了音沒有Samuel 教了音沒有Samuel Biba Presto P Z I 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士兵聽完這首歌之後上戰場多數都輸 多數都輸 一衝出那個陣型就已經不行了 因為你是這樣拉 上一堂跟你說過要精神逆逆的 騎馬也好或者衝前也好 怎樣精神逆逆呢? 你見到有Staccato 你那些Staccato拉到那麼長 還要按摩 然後還有什麼問題呢? 你那些兩拍 首先兩拍太長 譬如第二小字的兩拍太長 那些Rest 基本上是沒有數的 長過他現在所指示的 然後Retick Retick的時間呢 就沒有限 你是這樣拉的 太長了 Retick慢慢Retick 然後這些Semi-Graver 又太多功了 那沒有紀律 那你上戰場怎麼辦呢? 2M 1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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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快一點點 但是主要是那些 articulation 那些音的 拉出來的方法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 長短 很清楚 很乾淨的話 你這首歌就 拉不出那個風格了 你再試一次 不是 Samuel 你要數著 你要有兩拍的感覺 這首歌是兩拍的歌 你聽我唱一次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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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M 1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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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拍子 一個小節兩拍 你吸一口氣 然後再拉 就不是在這裏 是吸氣 你的吸氣速度就等於一個半拍 2M 8M 好一點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有没有見到你現在在哪部分中的時候 哪一部分都在拉 我是不是在在中lide其中 下半都拉 而且那些基本是很短的 1 2 但是你在這裏,你在這裏,我在這裏,而且你要這麼多弓 如果你這麼多弓的話,你的音色不會很集中 我們要很集中,我都說過這幾下,這八下,這七下的音是好像snare drum 好像小鼓打出來的聲音 papap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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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 這個沒有音這裏和太多弓 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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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 datam pa поним 他和我們平時地的音沒有音這兩張不是oma 不是這麼弓的,是aby da 我們知道每一下其實每一拍其實是一個兩拍來的 沒那麼多時間給你retake 再來第三小節 來多一次 我都講了你們semi quaver 太多功了 再來第四小節 三秒 三秒 不要在兩拍後半段拉成這樣 你剛才是這樣拉的 1 2 你為甚麼加一下action 我想問我有沒有action 沒有的 但是你突然加快 數拍子不用加action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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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樂功就要在第二拍 1 2 1 2 所以聽到那兩拍 不是真的 不可以讓我們拉那麼長 不可以讓你拉那麼長 da bam bam 你要想著第二拍 再來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讓我們聽一次 我還是聽到 我現在不講那兩拍了 我講跟著那個半拍和那些semi quaver 你還是太多功了 你看看我用多少功 1 2 我想我最多只是用3-4厘米 你就不是 我沒有騙你的 我真的在用這麼少功 你想乾淨 你想乾淨的話 你不可以多功 還要在semi quaver多功 那怎麼辦 十萬 那一段時間 我踩到那條功的位置 只有 這裡那麼少模 那麼少模 我可以這麼長 這麼多模 踩到我 所以 Samuel 你想想 如果我們用這麼少功 你讓我先說一下 如果我們這麼少功 我們需要這麼大動作 這裡用了手臂這樣動 不用的 其實是手腕手指已經做到的 我再說一次 這些semi quaver我又不會在公斤 因為那些聲音可能會很粗 那會中功 下一點 所以你發覺我只是在那些一拍 那些兩拍 即是譜上的一拍兩拍 我才用多一點功 半拍semi quaver我真的很少 第四小節 畢哥 糟糟糕 大雅 在那小節 就是 我想問一下,你剛才拉到第十四小節那個,你是不是在拉著Piano呢? 你覺得剛才的音量或強弱是多少? 你是不是在拉著Piano? 好像是Medium Forte Medium Forte 我想問一下,你覺得你是不是在拉著Piano? 你是不是在拉著Piano? 第十五小節 我好奇,我想知道你覺得剛才你拉的大小聲是多少? 你說你普通上的Piano,你在拉著Medium Forte 那我想問一下,普通上的Forte 你是不是在拉著Forte? 嗯? 我正在問你問題 不是 不是 那你在拉著什麼呢? 什麼?我聽不到 Forte MF就是Medium Forte 比MF大一級就是Forte 我剛才聽不清楚你說什麼,但你肯定不是在拉著Forte 就算當你真的拉到Forte 你剛才都說了,你把Piano拉成MForte 那你看看,那個Range 摘了多少 我都說了 細聲的話,它寫著Piano 為什麼你不是拉兩個P 為什麼你不是拉Pianissimo 甚至是Pianissimo 三個P 為什麼你看到一個Forte 你不是拉兩個,甚至三個Forte 為什麼你不是突出那個Range 你沒有那個Range 其實別人不是很有興趣知道 你是不是拉著Piano還是Forte 你不是想聽這些東西 別人想知道那個Range 別人想這樣才有趣 很細聲 很輕聲 輕聲到你不貼上耳 貼著喇叭你聽不到的 輕聲到這樣 還有 你距離50米 都覺得很大聲 要這樣 這個才是Contrast 但你現在沒有 你現在是零Contrast 為什麼你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怎麼不做呢 寫著Piano 那你就很輕聲 很小功 很輕力 我都說了另一件事 除了音量之外 你在視覺上 我不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 我知道你現在可能都沒有 沒有一個日子 什麼時候是考 什麼時候錄音 但這個是要是你的目標 但你現在讓我看到 你沒有這件事 整個行程就是 其實我的示範 我相信 我相信你 不會在第二個先生 或者第二個人 看到更加明顯的 我是做給你看 要怎樣 我的要求是什麼 你要做到這些 首歌才有趣 你不是做給我看 你不是做給考官看 是這樣做 你自己才玩得開心 沒有Contrast 你玩的人 你不會開心 再來 十四小節 Piano 看看可以有多小聲 起碼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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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你的開始 現在大概是75分 但是 已經比你剛才好很多 但是我們是要由這個75分去練 去到80 去到90分 明白嗎 不是由30分開始練 你可以做到的是這個70幾分 不是30分 明白嗎 明白嗎 明白 聽完另外的那首 Jazz那首 Gershwin 這首歌慢一點 如果你有長音 一定要有Vibrato 兩拍以上的都應該要有Vibrato 這首歌 由十一小節來一次 我再說 你的十二小節 這兩個長音 A-Sharp和B-natural 是不夠拍子的 OK 現在由十一小節來一次 等一等一等 Samuel 你數清楚 十一小節 四個一拍而已 如果你入Occestra 這樣的話就大件事 她指揮跟你說 我們現在由BAR 11開始 你就以為再前多兩個小節 還有一件事,Live Viola的人的紀律是特別差的 我不希望你是其中一個 我希望你跟VioLinist是一樣的 甚至比他們更好 別人跟你說bar 11,你就用手指也好 用手指真的數,十一,十二 2 before letter A 有時候會這樣,即是1,2 OK?十一小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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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uel,現在唱一次十四小節 我想你由十四小節唱到 十九二十架一 唱到二十一,唱到A-Sharp那裏 OK?試一下,十四小節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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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這些是一拍 有一個節奏 Singlopation,十九小節 那個說了很多次都未唱到 就是那個小節,十九小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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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Samuel,你剛才唱到的是不是? 那為什麼現在拉不到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習慣了錯 習慣了拉那個錯的 你不知道怎麼接下去 你以為是上一行 你以為是第幾小節 你以為是第九和第十小節 你看一下,你比較一下 第九、第十是 現在十八是 你可以唱一次嗎? 你可以唱一次 第十小節 十和十一 然後跳去十八、十九 先唱十和十一 這個就是亂唱 你看著 我相信你是在看十和十一 但你又在唱下面十八、十九 再來一次 你剛剛在唱第幾小節 十和十一 錯了 你正在唱十八和十九 你唱了一個Syncopation出來 是 看清楚 看清楚 十和十一 第十一小節 是四個一樣的一拍 沒有長短的 是不是? 是第十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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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現在是十八小節 對了 你現在都一樣是這樣拉 先拉十和十一 然後十八、十九 好 十八、不是 十和十一 是不對的 再來一次 僅僅合格 但我想說 你的半拍太多功 現在是十八、十九 好 現在是十八、十九 十分你給自己幾分 十八、十九 這樣也有七分 節奏不對也有七分 我慢一點試一次 聽一下節奏 也看下我之功的速度 和用功的地方 One、Two、Three、Four 你應該看到 十九小節那個音 我是用快一點的 走快一點的 為什麼我要在半拍那裏 用快一點呢 之功 為什麼我要在半拍那裏 用快一點呢 那我才夠功 我才夠功拉 那個上功 如果我用很少功 如果我用很少功 你可能會覺得不夠功 會去到下半功 或者公斤 所以是 慢一點 十八小節 不是 Samuel Samuel 我說十八小節 再來一次 十八小節 再來一次 你連數 你連數 八號 你都沒有數 我說了 我聽到你第一次拉錯 我說十八小節 拉錯 我說十八小節 然後第三次 都還來錯 你拉十九小節 十八小節是 八 八 是不是 第四行 第一小節 那是十八小節 再來 再來 不是呀 你不要 你不要換完之前 等一等 你不要 第一次 第一次 現在連續拉三次 第二次 好 多好 最後 對了 拉下去 Samuel Samuel 這個A-Sharp 好長 總共有六拍 你只能走那麼快 你數不到六拍 一二三拍 上一堂不是說了 叫你一直拉 你心中要唱六拍 是嗎 一二三四 一二 然後才換功 是嗎 由A-Sharp開始 長音 你呢 你說我聽剛剛錯了什麼 不是音準,音準好像不是很好,不過不是音準,是什麼呢? 應該是那個兩拍 是啊,兩拍,怎樣錯啊? 不是,你數多過兩拍 1,2,3,4,1,2,3 你只記得數六拍,你不記得數兩拍 或者你知弓,遲了轉,或者沒有轉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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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我想問一下,其實你都知道的了 如果六拍我們又用全弓,兩拍又用全弓 那麼兩拍的全弓,是要慢一點,還是快一點呢? 快一點 是啊 那你如果沒有快到,那你怎麼拉這個兩拍呢? 再來,A-Sharp 拉下去 三四五六 還沒有練其他東西呢? 怎麼我聽不到你練了什麼?你練了什麼聲音,你來練了什麼聲音 喂 我是那首歌 OK 拉起來 Sammy 如果你聽聽這首歌的樂隊版本 你會知道別人是怎樣拉 現在你是拉好音出來 但是到底有沒有大小聲 有沒有對比 有沒有Vibrato 我想你比誰都清楚 不要只是拉音和節奏 你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那些音是難不了你的 你會有些音不准 但是那些音難不了你 如果你不放一些情感下去 那首歌就沒有變化 很沉悶 別人不是很想聽的 會 來我們 金棠去到這裏 有些東西想問 這次幫他用那個拍子機鏈 其實我也是聽到他是 跟那個拍子機是不一齊的 這麼大件事 就是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 怎麼幫到他 可以跟到這個拍子機 沒有啊 沒有 沒有東西可以幫到他 他不主動 他不主動去 對齊 對齊那個拍子機的拍子 是沒有用的 他不主動聽 他不放鬆些 他不連拍子機的聲音一起去聽 他只是按他自己的那個pulse 一些快或者慢了的pulse 時快時慢的pulse 是沒有人可以做到的 這件事是 真的很孤獨 是真的自己的 即是如果你有一刻 我不知道 譬如你錄完之後 你聽 你覺得原來這麼不好聽 這麼難聽 為什麼我一時快一時慢 即是要他覺得不好聽 他才會想辦法去跟他對齊 但是如果不是其他人告訴他 你不准 你的拍子不准 他都不覺得 那是沒有東西可以做到的 給他聽一下 給Sammy聽一下 Sammy你自己聽 你覺得好聽嗎 你覺得這樣也好聽嗎 你對自己沒有要求的嗎 你明明可以做到 為什麼你不做呢 多麼可惜 你抓不到就說 你又抓到 你又按得準 你又知道我說什麼 為什麼你都不做呢 你想不到拍子 你不懂得用拍子機 我不相信 你如果沒有這個自律 你的右手沒有 你現在是給右手 給他做事 他喜歡快就快 你完全像一隊軍隊一樣 沒有總司令 或者好像一隊足球隊一樣 沒有領隊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你想要的 但只是靠他的 其實他應該不是因為他不明白 或者聽不到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他對自己的要求 沒有什麼要求 做到十次裏面 做到十次裏面 做到四五次OK 這樣 我不相信 有很多給他 他也跟那個年紀沒有關係 有很多人都做到這個數拍子 跟到拍子機 你可能會有一點點出入 快一點 慢一點 但是你說完全 每三、每五拍 裡面才跟拍子機對齊 這個分明就是沒有去聽 因為也可以練習的 你覺得整首歌做不到 那你就只有四個小節 或者兩個小節 譬如現在 Samuel 我現在跟你媽媽說這些 跟你有關的 跟你媽媽其實沒有關 但是你的態度是怎樣 你的態度是怎樣 你的態度是怎樣 哦 是嗎 你在說我的嗎 跟我有關的 這些也是態度的問題 以前我上課是不可以這樣的 看到先生又不說早晨 然後就坐在那裡拉琴 我知道你在家裡 但是如果你是很重視那件事 不關那個上課的地方 可以是Zoom 可以是先生的家 可以是我去你家 但是你都不應該這樣表現 是態度的問題 我想現在其實學校不用上課 是不是 學校不用上課 其實應該是很有精神 其實我知道你可能不會去街外玩 或者去遊樂場玩 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 你要知道 一個星期只有一堂 其實是很珍貴 這一堂是我和你上課 我不是和其他 David Peter 我不會再和其他人上課 我所有說話 只是和你說的 如果你是很有心 那些東西是可以吸收的 但是吸收這件事 我不可以代你吸收 我不可以代你去明白 我不可以代你去拉準的節奏 我不可以代你去拉準的節奏 我只能夠盡量 告訴你 我看到什麼問題 怎樣去練 我用我的經驗 我可以這樣做 但是 肯不肯做 或者你的標準是多少 是不是 是你自己的 不是我可以逼到你 或者你媽媽可以逼到你 你對自己沒有要求 你長大了 你對自己沒有要求 那你怎樣拉得好 怎樣進步 你怎樣進入樂團 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希望 遲些學校 和其他同學一起 在音樂中 這個經驗 你讀書以外 是不會有的 你在學校以後 也不會有的 你如果在小學 不能進入樂團 你中學 我覺得是更加難進樂團 你是不會有這個文化 不會有這個團隊 這件事 而我覺得 在樂團的氣氛 和你參加足球隊 或者是籃球隊 是不同的 因為不是說話 不用說話 大家是做音樂 而做音樂 是很有趣的 。